Hello 大家好 我是维恩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注光所谓的抽卡记录 没错啦 那如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 早上发了两篇 早上发了两篇 那个前瞻可以去看看 当你 当你 非常肯定的说出 87.87这个数字的时候 光谱 啪 啪 赏了你一巴掌 我脸又肿了 久违的被打脸 久违的被打脸 87.87%一定是物质啦 光谱 谁跟你物质我就是要先出注光所谓 我真的是不懂发生什么事 不了解不了解 那如果还没有看到 注光所谓的那个 还没看到注光所谓前瞻的人 那 早上发片了 可以去看一下参考一下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抽这支主光守卫 对 大致上是这样啦 那一定会有人说 欸我就不想详细的听啊 你那边就一句话告诉我要不要抽 一句话告诉你喔 钱太多的四星五星可以抽啦 其余不考虑啦 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评价了 一只角色的评价是 钱太多的四星五星可以抽 oh my god 钱太多四星五星可以抽 呵呵 这到底是 多么鬼神一般的评价 救命喔 啊 真的是有够鬼扯的 这角色 欸 烂成这样啊 然后 我又忘记了我再抽他 老黑又再说他坏话 你好喂 救我 出事啦 这该不会优 又要 又 欸没事 啊哈 21抽 啊哈 省了2000 啊省2000 舒服 省2000 好啦这样也行啦 省2000啊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可以啦省2000块 欸嘿 喔 省2000块 喔 舒服 沒有body 開心 喔 現在這個真的是跳得很及时 欸 欸好像可以980 喔 喔 一顆賢者石可以直接買到三張藍卡 喔 啊呦 應該是一紫三藍 一紫三藍 因為有一張可以直接合上去 喔 原來一顆賢者石可以買到這樣的東西 喔 了解了解 6480是 64809 95 45 96 54 97 7 等一下 這980 980 是600塊的意思 6480 6480 除980 乘590 乘590 最近 最近 看太多 最近看太多大客廠玩遊戲 價值觀 你怪怪的啊 怪怪的啊 4000多塊欸 欸好像有點 欸不對欸 4000多塊怎麼好像有點 有點個大頭 喔 那其實助攻守衛老實說 美圖 還行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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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裝備就是 強化版吊墜 喔 強化版鞋子 強化版的鞋子 那 強化版的就是 紅頭 喔 強化版的紅頭 然後出事了阿伯 沒有紅甲 沒有紅甲 阿 敏捷系沒有紅甲的 差不多都去了阿 救命 那他這幾 他的這四招技能阿 主要 重點招式吧 重點 主打傷害是 主打傷害是 這招聖光爆彈阿 這招是他傷害主要來源阿 但是 以 功能性跟 那個開場需求來講 我會先想點這個聖光求老 這個二技阿 這個 影響那個禁錮時間阿 有沒有看到 影響禁錮時間阿 他的異傷效果阿 那 接著我會點這個 進化領域吧 這個四季阿 因為他 他的那個 扣的數值阿 也是隨著技能等級上升阿 扣的數值也是隨著技能等級上升阿 那 那個 接著點他大絕 他大絕 也是會有數值受技能影響阿 不過這個大絕 就像我前瞻講的 有點神經 有點神經 最後再點這招純傷害的 最後再點這招純傷害的 這個純傷害的 這個純傷害的 這個純傷害的阿 但 真的要講阿 因為要用助光守衛的人 不急著點阿 這個單純用 你的裝備 你的星數把它疊上去 那個傷害也是很可觀阿 齁 那 塔羅牌的部分 欸 塔羅牌的部分 戰車星星皇帝 戰車星星皇帝 那 這貨的 這貨的 傷害已經不是很夠了 那在基礎傷害不夠的情況下 有護甲穿透是沒有什麼太大幫助啦 那 那 星星主要是用於 那個 PVP作戰啦 齁 那但是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這貨傷害已經缺成這樣了 套戰車 也是 也是OK啦 齁 不然這貨的傷害已經是相當缺乏的了 然後 寵物的部分 又來了 又不給寵物了 欸 又要再進來第二次才給寵物 好玩 欸 好遊戲喔 那寵物的部分 他相當之需要生存 齁 他相當之需要生存 雖然說他的戰位本身不差啦 本身 呃 以一個射手來講那算不差嗎 中牌偏厚 好啦 還行啦 就 戰位還行啦 不算是會在第一波吃到傷害的 但是 那個戰位算是個熱門戰位 所以很容易會吃到所謂的 呃 那個 這個叫什麼 敵方最密集處的傷害技能的 傷害 喔 很容易會吃到這 這個判定的 傷害啦 那這個判定 最有名的 就殺零啦 呵呵 殺零啦 所以殺零捲下去 這貨會在範圍內啊 這貨會在範圍內啊 那 反正啦 助攻守衛 就像我講的 他的傷害來得太慢了 他的傷害來得太慢了 你覺得怎樣能讓他活下來 就怎麼裝 虛體 撐毯 給盾 回血 齁 這些 寵物就給這些齁 不然這貨傷害真的是來得太慢太慢了 他不算 他除了那個3技那個以外 沒有所有爆發傷害啊 都是 時間內慢慢打出來的 齁 反正就是整體來講 半打半斧的一隻射手 但是 撫 撫的不優 打的不高 撫的不優 打的不高 樣樣不通 樣樣鬆 樣樣不通 這次的評價大概就是這樣啦 錢太多呢 四星五星可以考慮一下 齁 其餘的基本上真的是不考慮 基本是不考慮啊 但是 但是 我跟各位講啊 他最大的 他最大的那個賣點在哪裡 齁 他最大的賣點就是這招聖光求勞 有 有著跟謝師傅一樣的益傷比例 有著跟謝師傅一樣的益傷比例之外 他等級 他這招技能等級點滿6秒 那他這招的冷卻8秒 齁 這這句話換句話說就是 注光守衛如果放這招的時候沒有被打斷 齁 沒有被打斷的話 基本上可以維持著 全 快要全場益傷 全場單體益傷的狀況 齁 全場單體益傷的狀況 齁 因為他這招雖然是AOE啦 不過只有被禁錮的那個人會有益傷 齁 那所以啦 打單體BOSS的時候 或許啦 齁 或許啦 他這招 可能可以發揮一點效用 而且再加上他是個射手位 齁 他至少 他至少還是個射手 齁 他還是個射手齁 齁 所以在可以保持良好輸出環境的情況下 那再搭配他的聖光求勞 那或許可以再搭 如果他的這個益傷呢 再跟謝師傅疊上去 欸那個益傷 就相當可觀了 雖然說 以現在傷害層面來講 你拿掉了 你要佔一個謝師傅的位置 再佔一個助攻守衛的位置 嘿嘿 剩下三個輸出 有可能有一個位置要再佔老頭 那再剩下兩個輸出 那這個位置是有點擠了啦 齁 那當然這個技能 不失為一個他的潛力技能 齁 這個聖光求勞啦 其他幾個技能真的是 還是沒啥要醫啦 沒啥要醫啦 大致上是這樣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都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按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 或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偉恩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